七宝喝完奶睡着了 哎呦 秋 秋 姨妈来了 我跟雨哥进来说帮你做花生堂 好啊 姨妈来了 那今天雨哥今天进来做花生堂说 爸爸把日宴的时候 到时候用来上桌的 给姨妈抱一下 白了 现在好白了 好白斤 赶紧睡着 有点小葫芦 好 拿着刀尝尝去 好 我们去 好 以后在下面等 我再去弄 你看又长又翘的 他们去店都没有这么翘 你有小胡子 奶奶去哪里了 我们都已经睡一觉起来了 奶奶还没回到 白天不能说了 一说就到 嗨 奶奶去哪里了 嗨 你不是要扒掉了 妈你看好多白头发 你看这后面都白了 老了 赶快都花了 哪里老啊 你才四五十岁 只是有了白头发就显得更加老 更加憔悴了 等一下我帮你揽一下 半个小时就搞定了 刚刚现在起飽睡着了 我妈把头发揽一下 把揽黑了 你会揽吗 放心吧 我用挑米揽发酥给你揽发 只要会梳头 然后就会揽这个头发 开始喽 把头套进去 然后这样就不会弄脏头发了 妈你看 这样按一下 膏底就出来了 往头发上面一梳 就能给头发上色了 这样白头发就能够遮住了 那还很简单喽 味道还香香呢 对呀 这个是植物草本配方 很温和 不会伤头皮的 而且它容量很大 用完这一次还能用两三次呢 是不是很划算了 你看这一酥就黑了 一按一酥 特别方便 来 用这个玉帽 把它包起来 过一会把它洗了就可以了 你洗头发了 都摘着吗 不要摘着 哦 真的黑耶 哈哈 真的黑耶 这个针挺好用的 哦 年轻了吗 鸡发奶奶年轻了吗 哈哈哈哈 弄了半天姜 天都黑了 今天周医生说晚上回来吃晚饭 整一块腊肉来吃 先把皮烧了 先把这腊肉洗一下 先把腊肉放锅里面煮 给它去一下盐 这样就不会太咸了 切点配菜 老婆 今天做什么菜哦 啊 今天做什么菜 等你过去看一下 哈哈 你擦一下 擦 擦 擦擦吃腊肉 做一道你最喜欢吃腊肉 可以吧 嗯 切点配菜 煮透了 来捞起来 肥瘦相间的 特别漂亮 这捞的看得很好吃 要不要来一块 真的 好 你看这腊肉 透明了嘞 哈哈哈哈 真的是透明的 你看已经煮透了 然后也捞得很好 看上去就很少吃 太好吃了 开炒了 好 好够到 先把这腊肉 给它煸出一点油 放入姜汁 你看黑乌乌的东西 一下变得五颜六瘦了 对啊 这个腊肉就不要加盐了 放点生抽 给它蒸一点鲜就可以了 可以起锅了 可以吃饭了 我洗锅就上来了 哇 你吃了 你看看 你看看 吃饭了 来吃饭了 来吃饭了 带班了 因为刚刚刚在了 来吃饭了 嘿嘿嘿 吃饭了 嗯 嗯 嗯 真好吃 好吃 在妈多吃点啊 嗯 这个好吃 猪皮 吃手啊 嗯 吃吧 吃吧 啊